看看俄罗斯小老外的干嘛浪吃 吃他们都一样啊 就是面包抹黄油抹奶酪 千篇一律 就很简单 傻子都会做就这饭 那面包老硬了老难吃了 那面包一般人接受不了 你们老说吃外国那面 你听他夸 个刀碰上都刺啦刺啦的 听见了我叫什么 这面包得有多干嘛有多硬 那老外就好这一口啊 跟老外吃饭就是这么难 这碗大酱我自己炸的酱 和这个辣椒白菜蘸大酱 是我最后的倔酱 还有这碗小米粥也是我最后的倔酱 要玩就得跟他吃这玩意 开吃 好不好吃 好吃 这好吃 我的好吃还是你的好吃 我的好吃 你的好吃 你看家伙 这碗胃不一样 从小养成了 我肥子饭你的 你像阿拉有孩子 我孩子从小吃中国饭 也就习惯了 要吃他们饭的胃也就习惯了 咱们喜欢味道刺激味蕾 他们是越简单越好 糊弄就是糊弄饭 高钙高蛋白高脂肪 这就是典型白人饭的特点 所以老外那些大胖子 那都是因为控制不住 摄入的量 咱看人家饭不好吃 但俄罗斯人 那体格子真是没得说 冬天不穿棉裤 寒冬腊月的洗礼节 光着膀子集体往冰库中里跳 那刺骨的冰水就呱呱往里跳 那关节能受了吗 到老了不都得是病啊 对了这安糖可不是糖啊 它全名叫安基葡萄糖 建议35岁以上的人吃起来 因为随着年纪增长 人体自身合成的安糖 会断牙式下滑 咱们做的各种运动 跑步 爬楼啊都在消耗它 纳斯家说45岁以后 安糖的量就是关节腔的冲盈度 可能只有18岁的20%左右 60岁后人体就无法再自身合成的 我们实际上润滑不足会带来 尤其这种像膝盖一样 这种沉重关节 它的一个摩擦增加 关节腔里没有那么丰富的神经系统 但刚开始小到小闹的摩擦 我们基本感觉不到 等到你反馈疼痛的时候 那黄花菜都凉了 基本上不肯腻的状态了 吃安糖可得趁早 别以为吃点盖就没啥事的 那盖管的是硬骨头 安糖才管软骨 关节这东西是在身上的一次性消耗品 用久了你得养 就跟那车似的 用大劲的和常年不用的都得亲包养 纳斯家吃的这个牌子可老火了 80多年品牌历史 就研究关节这点事相当靠谱 更靠谱的是在我这拍两瓶 价格贼给力 这不这趟回国 纳斯家还给老妈带了几瓶 就担心在农村生活的老妈 下地种园子经常活动 对 我看到了 他说不是糖 毒 毒呢 这是几个 哦 那我看你的 我就会看这儿 你有几个 三个 我听了 我听了 就是每一天就三个就行 对 对 对 嗯